八段颈 八段颈是由八种不同的动作组成的健身术 顾名八段 因为这种健身功法可以强生异受 去病取疾 其效果甚佳 有如展示给人民一副绚丽多彩的颈段 顾名颈 八段颈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健身术 据有关文贤记载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早在南宋时期 既有八段颈专著 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 有文八段和五八段之分 由于八段颈不受环境长地限制 随时随地可以做 术式简单 一技一学 运动量适中 老少皆宜 而强生异受的作用显著 故一直流传至今 因此广大传众所喜爱的健身方法 2003年 国家体育总局对八段颈进行了 重新研究与整理 定名为健身器工八段颈 八段颈练功要领 一 呼吸均匀 要自然 平静 普适呼吸 二 一手丹田 精神放松 注意力集中与其 三 油缸结合 全身放松 用力轻缓 八段颈是包括八段连贯的健身法 双手托天 李三交 左右开弓 四射雕 调离脾胃 须单举 五劳七伤 往后瞧 摇头摆尾去心火 背后七颠 摆并消 展传露目 争气力 双手攀足 顾胜腰 第一是 双手托天 李三交 预备式 直立 双足分开 与肩同宽 双臂下垂 双目向前平视 动作要点 一 双臂弯曲 掌心向上 平放胸前 指尖相对 二 双手 十肢交叉 翻掌 掌心向上 尽量上托 同时 抬头 眼看手背 脚跟离地 并吸气 三 还原成预备式 同时 深呼吸 三交 是指人体 上 中 下 三交 处于六腑之一 上交为胸腔 阻腊 阻呼吸 中腔为腹腔 阻化 阻消化 下腔为盆腔 阻瀉 阻排泄 人体 三交 主持 疏步元气 和流行水液 这一式为 双手交叉上托 拔伸腰背 提拉胸腹 可以促使 全身上下的气机流通 水液不散 从而使 周身得到元气 和精液的滋养 所以双手托天 离三交 和脾胃 宣废气 可致胸梦 腹脏 食欲不正等 第二式 左右开弓 四色雕 预备式 双腿分开 下胯成 骑马式 双手半握拳 平放胸前 动作要点 一 左手向左外方伸展 拳眼向上 食指拇指 二指翘起 双目直视 手指 二 右手半握拳 由左胸口 如拉弓状 慢慢拉之右胸前 同时吸气 三 还原成预备姿势 同时呼气 左右交替进行 这一动作重点是改善 胸椎 颈部的血液循环 掌尖颗胸 左右手 鱼童 拉弓射箭式 招式优美 可抒发胸气 消除胸梦 梳理肝气 可致邪痛 同时消去 肩背部的 酸痛不适 对于那些 长期腐按工作 压力较大的 白领人士 练习它 可以增加肺荷量 充分吸氧 增强 抑制 精力充沛 第三是 调离脾胃 须单举 预备式 直立 双臂 胸前平躯 全心上下 指尖相对 动作 动作要点 一 右手翻掌 掌心向上托 同时 左手翻掌 掌心向下压 同时吸气 二 还原成预备式 同时呼气 左右交替进行 这一动作 主要作用于中胶 肢体伸展 以油缓 具有调离脾胃 消失趋极 疏通肩背 经络的功效 脾胃为人体的后天资本 气血化身资源 中医认为皮主 生发氢气 胃主 消脏 灼气 这一时钟 左右上肢 松紧配合的 上下对拉 拔身 能够牵拉 腹腔 对皮 胃 肝胆 起到 很好的按摩作用 并辅助 他们 调理 契机 有助于消化 吸收 增强 营养 第四 五劳 七三 往后瞧 预备式 直立式 双手自然下垂 动作要点 一 头慢慢向左转 眼看左后方 同时 呼气 二 还原成预备姿势 同时吸气 左右交替 五劳 是指 心肝 脾肺肾 因劳意不当 活动失调 而引起的五脏受损 七三指的是 喜怒 思忧 悲恐惊 等情绪 对内障的伤害 由于精神活动 持久的过度紧张 造成神经 激伦 紊乱 气血失调 从而导致 脏腹功能受损 五劳七三 由于今天的 亚健康 该式动作 实际上是一项 全新性的运动 尤其以 腰 头颈 眼球 等的运动 与于头颈的反复凝转运动 增加了颈部肌肉的身躯能力 改善了头颈部的血液循环 调整大脑与丈夫联络的交通药道 颈椎 中医称为天柱 有助于解除中枢系统的疲劳 增强和改善其功能 此事 对防止颈椎病 高血压 眼病 和增强眼肌 具有良好的效果 第五事 摇头摆尾 去心火 预备式 起码式 双手放在两膝上 动作要点 一 去左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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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只有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